雷歐聊世紀,天天都不星 大家好,我是雷歐 今天來看印加人對上瑪雅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先來看一下出生點位 大約12點鐘方向的藍色玩家 MBL,選擇了印加人 印加人的特色呢 是他的所有的軍事單位 食物消耗減免非常的多 印加人後期可以點下這個植物盾 讓他的老鷹變成老鷹裡面遠防最高的文明 印加人他的打法比較是全面性的 不管是你要打工兵或是打騎兵 都是有一個很好的克制效果 而且他有特殊單位投尸手 對於步兵單位可以造成大量傷害 所以也可以說是印加人在南美文明內戰中 克制老鷹果最強大的一個東西就是投尸手 只要瑪雅人打老鷹的話 也會被投尸手給克制住 打弓箭手的話我也可以打戰矛 有這個食物上的成本壓制 所以印加人在很多職業選手裡面的評比 在阿拉伯的表現都是很好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瑪雅人 瑪雅人特色呢 是他支援永續的效果比較有特色 挖金礦可以挖石頭挖得更多一些 時間可以挖得更長 挖得更長就意味著挖得更多 瑪雅人打法比較偏向工兵路線 所有的工兵都有折扣上的減免 瑪雅羽毛劍射手打步兵傷害會多加兩點 所以印加人這裡走步兵 走槍隊長或是走老鷹 都會被羽毛劍射手多加兩點的傷害給克制住 雖然基礎傷害只有1點 可能全滿機體的狀況是1加2 怎麼打都是3D 所以還算是不錯的傷害值 後期的瑪雅人主導還是要搭配槍兵或是白血老鷹 老鷹有黃金果去作為主力會比較適合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地圖的部分目前看到黃金是在下方 左邊有一塊黃金 兩塊黃金的位置其實都相當的遠 對他來說不是一個很好的位置 開局的圍加方便也是相當不舒服的 因為這個罐主圍人都圍大 而且墓區就只有兩片而已 這一片墓區應該是不太能挖 那這個墓區其實也是 不管怎麼說這張地圖對於明確實來說 瑪雅人都是非常糟糕的一個遊戲體驗的地圖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印加NBL這邊 NBL這邊黃金位置跟明確實差不多 但是他比明確實瑪雅人這邊更慘 他的有一塊黃金還在後方 這兩塊金都是偏向外圍 對方來控圖都是可以直接控死NBL的 印加這邊搭回中期的打法 這裡插寶 絕對是首要任務之一 或是這邊先插一個也可以 這邊再玩點插或是補TC都OK 那這邊補TC的話村民都會一樣 會跑到比較遠地方 因為這個礦池少是會挖完的 村民補出來可能都要走一段時間 經濟上來說就會被拖到了 明確實瑪雅人這邊是決定直接大圍黑暗時代 7分鐘左右就快把家裡給圍好了 哇這跟我們的教學影片很像阿 我們的教學影片是說8分半左右 要把家裡圍死了 那這邊來到8分半只剩下一點點了 OKOK 變這個比較大 然後這個地圖 好那瑪雅這樣打的話 很有可能是要打黑跳城 黑跳城 通常喔你們只要打天璣 遇到對手 很奇怪喔 10分鐘之前或是9分鐘之前 就已經把家裡圍死了 但是通常就是要打黑跳城 好那MBL一看到你這樣為死 你要打黑跳城是吧 我就來插塔 黑跳城最好的對應方法就是插塔 但這根塔插的位置有點尷尬 如果是我會想要插這個位置 直接插在這個前這個位置 好但是贏家果然來應對了 你插塔我也插塔 好那黑跳城最重要的東西就是 或是插箭塔防守 好或是轉這個射箭場防守 都可以 好左邊已經維持 那這邊要開始踩石頭 有沒有開始踩呢 並加 唉呦這隻村民居然摸得到這根箭塔 MBL這根箭塔有點失誤啊 居然讓穿牆村民全套打掉了這根箭塔 好這裡趕快挖石頭 石頭還沒有開始挖有點危險 MBL開始來第二根 這裡要稍微圍過來 再圍一圈 好這就是黑跳城最難受的地方 前期沒有太多的兵力可以做防守 好但是如果你喜歡玩這個 魔獸爭霸裡的這個 守護女神 好系列的話 黑跳城是最適合你的玩法 好插塔防守 OK那又過來了 這一波 砍燒戰看一下 好又補了一個 性的瞭望塔 好這個房子可以補一下 但是後面有工兵 唉呦直接射倒了一村 MBL 這一波 打得很好 但是看到老鷹出來 MBL就放心了 原來你有出兵啊 好那我可以回家 回家回家 你出兵你出兵 你出兵我們就可以正常交流了 你既然不做人 那我就要兇一點 既然你做人了 那我就老實一點 是不是可以回家了 好把家裡圍一圍 差不多了 不塔了不塔了 很有可能很有可能 通常看到對方出兵 這個塔攻勢就不會這麼猛烈了 好那看到這裡出兵之後 MBL村民被抓掉很傷 這裡的部隊還在打木牆 這裡村民要繼續插嗎 繼續插 只剩下一隻村民可以插塔 好被抓掉一村的MBL 這裡還有一隻村民在這個位置 好老英出來了 出來應對的是公兵 公兵稍微射一下 這傷害還是有點癢的 好順利升級上去的 先是MBL 瑪亞人稍微落後了一些 結果先上城堡時代的是不為家的MBL 好這波猛攻 印家人點下了 這個農田科技授根技術 好現在來到19分 現在 對於M加人來說優勢還是非常巨大 不然是要出老英還是槍兵 或是 出這個戰保兵 都有這個死物的減免 但是於 瑪亞內戰的 這個南美內戰的情況來說 印家人待會上去城堡賽 先走老英 再走投石頭的防守路線 對於內戰來說是很好的一個打法 好 老英在前 出劍場待會可以稍微補些投石手 好 但是現在有點缺肉 先補老英再說 這裡再圍 繼續圍 圍過來 再圍 再圍 補了一些傷害 射倒了一隻老英 好漂亮漂亮 這一波MBL一直圍 把這個地方圍得很好 好 這兩根劍塔拆這個位置 有點意義不明了 這兩根投資同時 建在了一個地方 雖然這樣的好處是連環塔 但是你只要被人家插寶 這兩根塔 就直接沒了 過度投資在同個地方 所謂 雞蛋不要放在同個籃子裡面 要分散風險比較好 好 在後面再補一根劍塔 這樣就不錯 這個劍塔就稍微有一點意義了 好 那現在這個情況 瑪亞人是繼續轉出一些經濟 沒有大規模的暴兵 選擇轉出了開城鎮中心 選擇了經濟路線 那瑪亞人一定要走羽毛劍射手 才能克制老鷹 所以羽毛劍射手的路線 是可以被預見的 那可以被預見的情況下 還插兩根塔 在這個地方就有點 不太OK 而且這個地方還是人家主金的地方 很有可能他的視野沒有看到這裡是金礦 好 沒有關係 那現在MBL 視野補下了城鎮中心 下面的老鷹繼續進攻當中 用變成劍塔 稍微把這個石頭礦給圍起來一下 要不要直接補大師想搞一下資源點 但我其實看頂尖選手們都不太搞資源點了 可能是希望對手可以拿出100%的實力跟自己應戰 這個都不太搞資源點了 好那這裡補下了大學 大學補下之後彈道學 也可以立即補下了 好但是在羽毛劍射手過來 勢必要死個一村 移動速度的優勢村民也追得上 好那我們可以直接把 瑪雅的羽毛劍射手當成馬弓來看 而且還是不害怕槍兵的馬弓 雖然馬弓本來就不太害怕槍兵就是了 但是他這個屬性來說非常的麻煩 副弓兵 副弓兵屬性 血量又多50滴 一般的弓兵只有35滴 弩兵的部分一般的弓兵只有30滴 那硬家人來說現在遇到這個情況只能轉戰矛 轉戰矛會最好 反正我15小號的減免 現在來到折扣非常多 馬爾人這邊補下了帝王時代 這裡帝王時代補下之後 馬上就可以點下精銳 羽毛劍射手前壓寶 哇靠 59村 點帝王 這個打法相當的壓制性 又補了一根城堡在左邊 這根城堡可以稍微走到一下黃金礦的位置 沒有打算要前壓寶了 可能也看到戰矛兵 覺得沒機會前壓 那升到帝王時代之後 待會就可以轉白血老鷹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我們稍微快進 兩邊肯定不會打起來了 這個你升帝王肯定是要輸出在家裡 這個時間點升帝王 是一個很不正常的時間點 因為如果以對方還在繼續開農的情況來說 你升帝王了 對方勢必可能會爆出更多的兵 想要來防守 好 印加人這邊 正在繼續出村民 印加的TC 現在已經來到了4TC了 右邊還多開了一個 這邊不要被發現會比較好 那瑪亞人這邊移上去 馬上點下了三級射跟化學喔 OK 那現在 牧場點掉 現在 有來到了20隻的羽毛劍射手 這20隻的壓力非常巨大 但是暫時有戰毛兵可以擋著 稍微擋一下問題不大 好問題是 能不能再多出一些戰毛呢 戰毛兵數量有點少 後面的工兵過來是幹嘛來那邊 嘻嘻哈哈的嗎 欸 這不是全軍壓制 我也不管你 到底有沒有三級射 反正我就是A就完事 反正你還沒有點工兵鎧甲 好 點下了拇指環 馬上人 這裡是先走了一個非常非常的 工兵路線 好 這裡拇指環點了 還有化學 戰毛兵數量來到了 非常非常多啊 15隻 好 在後面繼續補飾現場 戰毛兵的產能 一定要穩定下來 穩定戰毛之後 自己才有機會 上帝王喔 不然家裡 絕對會被打到咪咪媽媽了 人家的 跑速就是特別快 好帝王 還有300肉 馬雅人 終於點下了彈道學 千萬不要跟戰毛兵打 趕快迂迴啊 肯定是換不與人家戰毛的優勢價格的 這鍋高打低 戰毛兵不如送光 反是先送掉上面的工兵單位 好 帝王賽三分鐘 NBL 點下之後 村民稍微斷村移了一下 要不要再繼續村民呢 好村民再繼續補 好來了 這裡石頭來不及挖出來插寶 插在後面 okok 插在更安全的位置 好 戰毛兵暫時不想出門 要不要上去防守呢 好 好 羽毛劍射手還在這裡 好 現在巨型投撕機 慢慢封城了 右邊這裡有多開一個城鎮中心 馬雅人有意識到 趕快拉一個 好 這個 巨型投撕機 過來拆 好 後面補下了一個新的伐木場 好 這裡移動距離就會很遠 然後經濟其實就會有點差異了 雖然插在野外的TC防守很好 但是經濟上還是會有一點小小損傷 所以這個開局的地圖 遇到這種地形真的是很惡 真的硬蓋TC了 沒有辦法 好 這裡羽毛劍射手直接扛戰毛兵嗎 一發一隻 戰毛兵很舒服 後面的戰毛3-3來遲 但是也換掉了非常多的羽毛劍射手 好像不虧 好 這一波戰毛 擋住了 右邊戰毛兵 想要擋 但是數量不太夠 稍微夾一下 哇 現在羽毛劍射手傷害很痛啊 劍塔來了 罵人點下了手推車 3TC也重新補下 好走進來走進來 這裡直接衝了吧 都走到一半了 是我就衝了 衝進去衝進去 繼續往上衝啊 欸怎麼了 怎麼突然又回頭了 哎呀 這裡要是進去就舒服了 這裡的臭命 直接全部都要點繞幹啊 有人走邊這裡好一坨 讓他前後夾攻是最痛苦的 好 這裡層次中心被打掉 後面又重新補下一個新的 你拆一個 我就再蓋一個新的 你追我跑的遊戲 有最大的可能 把這個臭命給保留下來 好蓋完TC 沒有第一時間收村 被殺掉了 死 好再毛病 3-3來遲 趕快過去右邊 救一下 現在老鷹的數量還有6隻 這6隻老鷹保留起來 待會去拆巨頭 是比較方便的 好 瑪雅人這邊率先轉出了老鷹 白血老鷹還是得用的 好 不然這個老鷹不用 就浪費了瑪雅這個文明的特性 白血老鷹喔 好 現在馬爾人 欸 老鷹升級上去了 但是這一桌 箭塔可能來不及蓋好村民都要死光 從裡面確實抓掉這幾些村民 這就是在野外偷況缺點 野外偷況守不住 就會損失大量村民了 好 三毛兵這時候過來 差一個巨型頭C 好像也不錯 好 三級的弓兵鎧甲點下了 NBL 這裡可能要趕快重新補下城市中心 好 再繼續農一下才行啊 好 這一波多線 16隻 羽毛劍射手從左邊來 三毛兵這邊打到農田 好 轟了一下野精 好 蠻亞人 直接放棄了這個巨頭 被戰毛兵給點掉 好 點下了護衛技術 二級的步兵鎧甲 老鷹準備要出發了 好 老鷹現在要補更多的均勻才行 好 這裡羽毛劍射手過來 又帶此搜村 家裡 戰毛兵在這個右邊的位置 不要拉過來防守 其實你家裡有一坨戰毛可以守的 不一定要拉前線的回家 哇 MBL肯定是忘記的這一坨戰毛啊 想起來了想起來了 突然 突然 記憶回來了 而且戰毛兵突然想起 自己的身份是什麼 不是閒置村民了 趕快走趕快走 吐了吐了吐了 這四隻村民又要被抓 哇 哇 三村 四村 五村 六村 這一波又死了六村 羽毛劍射手的攻擊速度 就是這麼的快速啊 好 金冠黃金國 板甲 這一場 有得看了 瑪雅打贏家 往往都是劣勢的那一方 但這一把 不一樣了 MBL 這一場有點劣勢 瑪雅人經濟一直很不錯 這個地獄王 樹羽毛劍射手 打的真的是有點東西 有點東西 那這個打法也是以前 大家很常用的打法 瑪雅的這一招 雙TC 樹地王 化學三級射 結果這個戰毛 成功攔截到了這一坨 羽毛劍射手 死的差不多了 只剩下少量數量 這一坨送光 有點血虧 這一波戰毛又攔截到了 沒有關係就給他打吧 但是這一波有老鷹在的關係 戰毛兵換可能會換得很虧 來了來了 你哪裡有戰毛 我哪裡就有老鷹 三級的 護兵鎧甲 遠防8點 血量100滴 這跟騎士沒什麼兩樣了 點掉一隻勝率 小賺 MBL趕快轉頭死手吧 你轉老鷹 我就轉頭死手 好 好 那現在 14隻的戰毛兵 繼續追趕著這些羽毛劍射手 那現在 最大糟糕的問題是 MBL 沒有辦法很好的擋這些老鷹喔 家裡可能還是要多布一些 投擲手在家裡防守 現在用僧侶是絕對沒辦法擋住的 這些老鷹 兵是擁有抗招搶的效果 所以只能靠投擲手 決一死蛋了 然而投擲手數量也不能太多 還是要搭配一些 自己的戰毛兵去擋 羽毛劍射手 好 好 左邊這一波蓋寶也被老鷹抓 左右兩邊開攻 來了 雙向進攻 兩根城堡 還是蓋不起來 MBL的村民書一直被往下抓 經濟一直很炸裂 村民書一直沒有辦法滿到50隻 被抓了50幾村 MBL這邊決定直接硬蓋 不管呢 投擲手趕快丟石頭就對了 OK 投擲手 打老鷹速度還是很優秀的 但是這邊有更多老鷹 上面的3隻4隻老鷹 繼續在騷擾 但是還有一個城堡 好 瑪雅這一波 ALL IN一波 打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村民史上來到了快到70隻村民 66村了 右邊 NBL也沒有忘記要騷擾 引體蓋寶 我丟毛 但是這個寶還是要被蓋起來了 好 瑪雅人剛剛偷偷點了 衝車的升級 要來當衝車大將軍了嗎 在以前HD時代的時候呢 大家不是玩蒙古 就是玩瑪雅的時候 都會玩這個衝車配蒙古圖 蒙古圖騎 或是配上瑪雅羽毛巾射手 配大衝車的打法 沒想到單挑也要看到這招了 衝車大將軍 好 這邊手撕箭塔 戰弓馬上點下 動火技術也來了 這個箭塔拔得很快 印加人點下來安迪斯戰弓 增加一下 投石手的傷害值 好 老英直接衝到農體裡面 把你衝爆 印加人的村民處已經佈滿87村了嗎 好 變88的 OK 右邊這一坨 這邊頭老英 先拉投石手過去吧 這毛兵加力防守 很難受 好 打蟲車補不下了 現在村民處還是在巴士底村 欸 村民總放出來了 完了 放出來村民 要死光了 呃 這波MBL 不知道是否按照失誤 OK 後面這一坨投石手 兩個錯了 但是村民只剩下兩隻 好 上面的幕前沒有被看到 看到就震兔了 好 左邊這一坨戰貓 還在巡邏 不知道在巡什麼 巡邏個寂寞 大量老英來了 31隻 直接突然不想打了羽毛劍射手 純老英爆 好 現在頭死手只敢在家裡 不敢出門 讓對方也準備 呃 足夠足的時間 可以準備進攻 來了 衝車來了 好 羽毛劍射手 出 純老英 老英來到了非常誇張的數字 50幾隻老英 正面衝鋒 搭配衝車 開始頂了 好 先把這個 修道魚給頂爆 衝車這個清脆的開撞聲音 相當的療癒 喔 停了 停了 嗚嗚嗚嗚嗚 好 老英在後面 跟著衝車一起往前推進 MBL 趕快轉進戰單位 轉了老英 但是老英現在攻防完全沒有提升起來 這一波要打贏很困難 但是如果轉劍射 你來不及升級 轉大槍槍呢 槍隊長 正面很難扛 好 但是老英還是要硬扛 現在有慘忍的就是有軍營 打老英可能是最好的辦法 好 這一波 頭死守一直在丟石頭丟得很開心 但是後方的衝車能夠解決嗎 正面的老英已經快要全部搞定了 頭死守就是這麼的OP啊各位 哇 內戰烈士成這樣子 還打贏了 正面這一坨老英 這個是頭死守之力嗎 太狠了太狠了 好 這裡繼續猛攻這部城堡 這座城堡老英趕快過來解一下 終於升級到了精銳英勇士 好 精銳英勇士升級上去之後 MBL開始有了希望 這一坨擋下來了 我的天 MBL你是鬼吧 在這種經濟大劣勢的情況 居然還把精銳英勇士點出來了 然後還守住這一波衝車一波 那人絕對沒有想到 你居然可以擋住 50幾隻的老英衝鋒 真的輸出全靠頭死守啊 哇靠 65隻單位 好 後面這一波 多線騷擾喔 繼續來打多線 MBL表示 只要我黃金礦還在 人就在 好 不怕 來吧 你就繼續老英爆吧 看你要不要回頭轉戰矛 還是轉這個羽毛劍射手 好 直接轉出 散彈戰矛 烏爾切直矛兵 烏爾切直矛兵 讓戰矛可以多射一發 這個劍死傷害 變成兩發了 但第二發只有一點傷害 但是擊殺城塔 讓這個戰矛兵的傷害也是蠻可觀的 好 第二波間這一波 直接手撕PC 老英直接衝爆了 右邊大量農田區域 MBL經濟已經是風中殘處了 隨時都有倒塌的一波可能 MBL這時候還沒有打算打出GG 頭死手再繼續往上走 想要盡可能的擋住對方的老英壓制 好 現在頭死手 要想一下 要分隊嗎 左右兩邊一坨還是正面呢 正面一開始由老英開始聚集過來 蛋蛋戰矛開始在騷擾 但是正面的硬加老英也很多 三級的步兵鎧甲也點下 OK 頭死手這邊分隊嗎 沒有分隊 但是老英直接往上貼 想要吃掉這一坨 頭死手 但頭死手高打地勢太痛 老英直接瞬間暴斃 100滴血也扛不住 扛不住頭死手的傷害 哇 硬加在絕對劣勢的情況下 還可以撐這麼久 好 聰明處只剩下60幾吋了 看起來再怎麼厲害 頭死手沒有了經濟 也就不會有後續的頭死手出來了 好 看來要GG私密打了 沒了 經濟歸零 每個資源都不滿三位數 太可憐了 NPL 這個資源 單位再強 沒有經濟 也是白搭 好 邁亞人 經濟一就是滿的 136 哇 經濟資源已經領先到了 快要3萬啊 2萬多了 2萬多 2萬3左右 好 按了巨頭之後打出了GG 我們恭喜邁亞人拿下比賽勝利 最後出了243隻的老鷹 但是只靠了49隻的頭死手 就擋了7749天 至少擋了10分鐘有吧 只能說 印加人這個頭死手 打老鷹是確實好用 但是遇到 邁亞人的永續經營的經濟效果 這個資源再挖 多挖15% 把你磨死 這個問題也不是太大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